刘22岁 来自内蒙古 学生 小郭22岁 来自内蒙古 学生 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如何评价这段感情中的自己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一个没有尊严的嫌疑人 我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备胎 谁都比我重要 太强势 太敏感 还不懂得尊重我 不分主刺 没边界感 趣味 还敷衍 你希望对方怎么改变 多听我话 小鸟一眼一点就行 远离狐朋狗友 真爱女朋友 来来来 说说吧 反正非常敏感地会发现 好像男生跟女生边界不清是吧 要不然女婆不会这样 咱从哪开始说 就是我俩是那个高中同学 然后是在大学的时候在一起的 他这个人 他太大男子主义了 然后他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情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比我重要 就是我永远是他的那个B计划 比如说大一的时候 我们说考完试要出去玩 我们俩就是之前商量好 商量好说要去大同 我问了他很多遍 他说可以 没有问题 到临走的第二天 他跟我说 他要去跟他的哥们去西安 我说你去西安 那我们大同 他说那大同就不去了呗 我说那你不是先答应了我们 现在为什么要顺着你的朋友要去 你之前要带我去 难道不能跟我商量一下吗 就是感觉我好像一个附属品一样 他愿意带着我就带着我 他不愿意带着我 那我就不能去 因为当时我的朋友 是跟我们一起临时决定说 才要去西安 并不是说我们提前商量好 没通知他 我们都是临时决定的 我觉得这个机会挺难得 我俩这次去不了 可以下次去吗 下次是啥时候 那总是会有机会 你每次你都说下次 下次是啥时候 那总是会有机会的 那么最后还是没去吗 但是又去了别的好多地方 不是 那能一样吗 那后来没办法了 他说要带我认识他的朋友 然后说那就去吧 那说是带我认识他的朋友 我去了三个晚上 他两个晚上都在外边喝酒 就跟他那群胡朋友 就是不着家 我就不明白了 你本来就是你失约在先 你为啥就是 还就是去了都不顾及我的感受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 他就没必要跟我讲 因为我觉得女生听 男生一点话没毛病 然后就是他说喝酒这个事 当时喝酒的地方乱吗 你也知道那地方乱 那所以我没让你去吗 白天我们都在一块 那晚上我就这点活动 他非要跟着我 他太强势 我就不喜欢 喝酒那就不是啥好活 你自己多爱喝酒 你自己不知道吗 他喝酒这已经就不是 就是一次两次的事情了 还有一次就是跨年的时候 就说一起跨个年 然后两个人又挺没意思的 我就叫了一个我的闺蜜 还有我闺蜜的男朋友 我们打算四个人出去 就是餐厅位置什么的 我都定好了 晚上他跟我说 他说我要跟我的哥们出去 然后我没办法 我只能我又推了 我又把我的好朋友推了 然后我就说 那我就跟他们一起去吧 反正大家一起跨年 也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就去了 内蒙古冬天零下二三十度 他那天晚上八九点才出门 然后没定好位置 我在外边排队 冷风中站了两个段时 我差点冻死 就两个人说我们跨个年 都觉得无趣 还得拉第三个人 谈啥 别谈了 对啊 听都听不下去 行了 瑟瑟冷风中排了两个小时 对 您愿意排啊 所以我就觉得 他一直都不在乎我 因为一开始 他都不在乎 你干嘛还跟他在一起啊 就是因为已经耗了两年多了 我其实耗了两年 总比再耗二十年 或者五十年强吧 有人要想耗的 孩子十八岁呢 对 那还要耗 那还要耗的 对吧 那结了婚 还有耗的呢 行 这也不怪你们啊 小片里还说到了 什么界限不清 咱们说这个吧 对 就是也是因为喝酒 他就是有那么几个异性朋友 是他高中时候认识的 其中有一个女生 我就一直挺介意的 就是我俩都在一起了 她俩每天都打电话 天天打 我每次一打我就站线 我就纳闷 我说什么女生 就是人家明明知道自己的好朋友 有对象了 还就一直打电话 一直打电话 每次一打就站线 她说的是有点夸张 真的就不是每天 真就是那么偶尔一两次 因为我们认识 那就那么巧 我一打就站线 因为我们认识的时间 比她认识的时间长嘛 我也不能就说找对象 就把这个正常朋友关系断掉嘛 然后打电话来 就是问问我近期的状况 说说她近期的状况 再询问一下 我们共同好友的近期状况 只有那么一两次 她就非要说是天天天天 还有一回 跟我过来 因为一点小事就吵起来了 然后就冷战呢 然后本来就是她做错了 然后她就过来跟你道歉了 然后我就跟她和好 我刚跟她说完和好 转头出去喝酒去了 就跟她那一堆朋友 晚上喝多了之后 还让人家那个姑娘 给人勾肩搭背送回家的 别人问她你女朋友 说什么分手了 那你说我俩明明都和好了 她说分手了 真的你咋知道的呢 因为就是她朋友 发了一个朋友圈 她没屏蔽 我让我看见了 视频我都在呢 我们能看吗小伙子 你别笑了 又分手了 没事吧 你说了 你不疯我觉 哄 好人出来了先喝吧 喝完再哄吧 因为当时我们吵架嘛 那难过我就才去喝酒嘛 喝酒 难过呢笑成那样 喝酒上头之后就是 真的 那个笑容没看出难过 对 你那是庆功宴吧 你那是庆功宴吧 我感觉 就是因为难受嘛 你不跟女朋友和好了吗 当天 对 可好当天去跟朋友喝的酒 怎么会难受呢 这个情绪我觉得好难揣摩 对对对 行不管了 既难受 反正咱们知道 就是其他的咱们不揣测 至少有一点我们知道 男生喜欢喝酒 除了喝酒之外呢 几乎都是喝酒惹的事 他这次喝酒完了之后 我就很生气 我就反正就是也跟他闹分手 他就说他保证以后都不喝了 啥酒都不喝了 然后他有一天就又要去 他说班里组织呢 没办法 推不了 我也同意了 我说那你去吧 我说那你去了之后 就给我打视频 这视频确实也给我打了 就是视频打过去 我就怕他就是 一开始就是给我打的时候没有 但是可能打完了有 因为就是感觉 我对他就没有信任了 他打完视频 他隔两分钟给我打一个电话 隔两分钟给我打一个电话 说你啥时候回啥时候回 那本身喝酒 开心的一件事 那酒局上都没有我们说 他为什么老怀疑你 就因为他之前做的一些事情 就让我也很纳闷 发一个我俩的合照的朋友圈 仅我可见 就没他说的那么夸张 说啥仅他可见 他的朋友我的朋友 我们共同的朋友都能看见 因为就是平时就是生活呀 微信中都会加一些不熟的人 还有一些陌生人 那陌生人你加他干啥 那总会有一点事不是 说起加微信了 人家在学校里 只要有女生要微信 人家就给 人家就不拒绝 加了之后 我的的确确没有跟这个女生聊过 或者就是我加了之后 我回去就把这个人就删了 你们两个恋爱多久了 两年半快三年了 我怎么觉得这个恋爱 把你女朋友谈得越来越哀怨呢 就是我感觉我跟他谈恋爱 就是情绪越来越的 就是控制不了 越来越崩溃 因为他总说就是我太敏感 说我太强势 说我一直压他一头 这女生怎么强势 怎么压你的 你说说我们听听 我觉得好像一只女生很卑微 就像我喝酒 可能有点频繁 然后他就想让我彻底戒掉这个喝酒 他就联系不到我妈 去联系我发小 让我发小跟我妈说 让我妈给我打电话 然后他就威胁我 就说只要一喝酒就告诉我妈 一喝酒就告诉我妈 那这方法是不是奏效了 是奏效 但是我感觉他越强势 我就越想跟他反着来 我就不喜欢他这种强势 他根本就不是说为我好啥 他就是为了他那个目的 就不择手段 啥叫不择手段 你不是不择 我哪不择手段的 他有一次放小长假 他就想让我去找他去见他 但是只有两三天 然后又过一段时间又回去了 我说再忍忍 那不是因为好让人家没见了 我想见面 对你是想见面 但是我觉得花这点路费不值 是我手机发过来短信 我才知道他偷偷给我买票了 但是我在这之前 我已经很明确地跟他说 我不会去 我一定不会去 那我为啥买 不就是因为你是你先答应我的吗 计划赶不上变化吗 啥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你明明你就是不想来 你就是敷衍我 所以你才这样啊 那都我都已经买了 你还有啥不愿意来的呀 他买征求过我的意见没 我不征求你的意见 是因为你先答应我的呀 那是不是因为经济问题 那确实去不了就去不了了呀 但我都已经给你买了 你还考虑那么多干啥 那他征求过我的意见没 那我的面子往哪放 我就没尊严了呗 通过你们俩的讲述 我有一个感觉啊 女生是不是这个男生 就是特别容易许诺 但是从来不见诺 很少见诺 是这样吗 对 这件事情是他答应我说 就是那段时间要见面 我也知道就是他可能 那段时间经济不太好 我就说那机票我来买吧 然后他就把这就好像 就是说我在逼他 但明明是他先答应我的 就像是之前 他说他要去学校兼职 然后说他要赚钱 给我买礼物 因为好长时间 没给我买过礼物了 我说那你就去吧 当时嘛 网上他被火的那种 箱子里面装的都是礼物 他说他给我准备一个 他说他在生日的时候送给我 我都快过第二个生日的 我还没收着 我啥都没收着 他每次说的话 就是好像在给我画大饼 然后我每次说的 他还不乐意 感觉男生送女生礼物挺浪漫的 我嘴又大 我就忍不住 我还跟他提了嘴 我说我会给你买这个礼物 自从那以后 他就天天追着我问 我这个礼物 我给他送的啥 什么时候给他送 他天天 那我不是为了提醒你吗 万一你又说大话 他就一直黏着我 就搞得我没心气 而且我准备得需要时间和钱 对不 我在乎的是你给我买吗 那些东西 我自己赚钱不能买吗 我在乎的是一个态度 今天来我看那个小片里 你们对对方提了很多要求 如果说只能实现一个要求的话 你会向男生提一个什么要求 我希望他以后别喝酒 男生会给女生提一个什么要求呢 我觉得就是互相相信 别太敏感 信任我 对 对 来吧 有经历的长者 我对家庭生活和爱情有这么个感觉 如果要想真心搞恋爱的话 那么你就要有诚信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你们现在还没达到结婚那种程度 没涉及到生活 你们就不用吵吵闹闹 我觉得 讲来就结了婚 像我们是这样幸福吗 我觉得你长痛不如短痛 好 听明白了 劝你们分的 这大兄弟我觉得我挺羡慕他的 至少那女朋友还能 就是随时关注着 不像我 我就是个工具人吧 就感觉就是 一天就是在那眼前晃 啥事也没有 我觉得应该珍惜一下 其实我觉得吧 我觉得妹妹 在没结婚之前 发生那么多事情 我觉得早就结断 好嘛 两个女性都给的意见是 分了吧 来 小彭老师 分了吧 在女生上我看到的 全是跪在地上祈求 特别是谈恋爱阶段 我觉得大学的男生和女生谈恋爱 男生心里只要有女生 怎么着都会想尽办法地 去跟他见面 因为我想他 我就愿意过去见到他 所以女生算了吧 讨来的东西绝对不会香 就是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最后你要 给你男朋友提个要求 提什么要求 别喝酒 你利用最后一个问题 还想管你男朋友 你男朋友给你提个要求吧 给我多点信任和自由 但意思是 别管我 你已经管不住他了 你已经动用了 他的发小来管他 你已经动用了 他的妈妈来管他 你已经动用了所有的一切来管他 但是你管不住 他不想让你管 所以为什么两位 你前面 一位是姐姐 另外一位你得叫阿姨 两个人跟你表达的一个意思 趁早想想别的 别走我这老路 但目前我看到的呢 我认为这个妹妹是被欺负了 人家买了机票 让你过去 你为了省钱你不去 人家那么想见你 各种制定计划 你一次次破掉计划 人家还在做 我觉得这事就是不对 所以女生你也不用难过 我觉得这段感情 就你们两个就赶快分手 然后这是我很少 在台上说这样的话 张爱玲说 姑娘我说给你听的 一个人如果没空 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 一个人如果走不开 那是因为他不想走开 一个人如果对你借口太多 那是因为他根本不想在乎 二十三岁这个年纪 我们既然谈恋爱 就好好谈恋爱 你就要找到一个 他连洗澡时 都要擦擦手 回复你消息的人 如果既然发现这个人 他不爱你了 那转身就走 不要浪费青春 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 去乞讨爱 我就跟你说一句话 你这个年纪就开始喝酒 二十三岁就天天喝酒 等到你五十岁以后 你看看你还能不能喝得动 等到你五十岁以后 你看看你的肝 你的胃 对你怎么样 好吧 还需要五十吗 等不到 四十岁 还需要四十吗 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这个基本上不算一段爱情 这就算一个女生的一场单相思 你那句话其实给这个感情 有一个特别好的写照 分手了 刚分了 那你还不去哄他 先喝吧 喝完再哄吧 这就是他 这段感情特别真实的写照 我可以先喝完再去哄你 因为我知道你永远不会跑 我爱不爱你 用不用心 你都在那里等着我 所以什么话都别说 女生一定不要出